113位立委 910位縣市議員 卻有7740位的村里長 在民主代議制度的反應鏈中 村里長是最接近民眾的第一關 現在可以馬上想起來 自己居住的里的里長的名字叫什麼 可以 我沒辦法 不知道 我們的里長好像姓華 大家對村里長這個東西 本來就很像一個都市傳說的存在 我們都知道他在 但是我們從來沒有接觸 對年輕人來說 我們從來沒有接觸過他 我們也不知道他能做什麼 在資訊發達工具多元的時代 台灣還需要村里長 這一個政治人物嗎 你知道里長在幹嘛嗎 像我們里的話 有時候母親節里長會出來發 康乃馨 在垃圾車的時候會來發康乃馨 我自己來發出 對它們有很高的 會連個攤子也不可以 就在廟墨 小石石石我腳踏車沒回去 想體 segregation 開走啊 他快拿到來 我們家之前缺診 里長也會來送屋子 時至今日 村里长的工作内容五花八门 村里长工作任务不明确 存在感也低 就是因为目前的村里长制度 暧昧不明 就是它既不是名单 也不是公务人员 这种定位的不明 然后你的薪水 本来是四万五 这一金也调到五万 可是这个钱呢 它叫做事务处理费 那这个事务处理费 原则上按照解释 它是一个需要 合销的公共事务费 但是这笔钱不用 经过合销程序 那是有透过里长运用 所以呢就被视为 是里长的薪水 那可是说实话 是人家薪水 你就说是薪水嘛 那这也要肯定 人家的专业跟付出 所以像这个 就会比较牵涉到 我们的认为 是里长的专业定位 就里长到底是什么 更糟糕的是 制度不明 这有上下其手的空间 搜寻村里长新闻 绝大部分是会选 买票 装缴等负面报道 其实基层政治里面 有一个很大的关键 就是透明的问题 就是说其实我们到现在还是 你看到里长的新闻打开来 还是对就是会选的消息 或者是技术性的会选 比如就是送礼物啦 请吃饭啦 就是说如果你这个制度 这么的不清楚 你就很难期待好的人 就是有理念 有素人投入 因为在这样的制度之下 其实你是消耗掉 这些想要参与政治的年轻人的热情 此次选举将近四成的村里 只有一位参选人 等于拿到一票就能当选 而村里长平均年龄高达59岁 比起县市议员的51岁 还有立委的52岁来得高出许多 这些数据显示没人想竞选村里长 也没有青年人愿意投入 里长在所管辖 或者是在讨论的范围 是非常贴近生活的 然后我们以往对于政治的想象 从来都很多都是在 比如说荧幕上 比如说国租议题 比如说市长选谁 这种很大很大的问题 但是其实你要练习 去参与公共讨论 这样才有办法就是 让一个人从 毫无使用民主的能力 到他会参与公共讨论 让社区民众学习民主的生活 是郭书成担任村里长的目的 这想法与社会倡议组织 创办人王石思不谋而合 因此两人合作推动 独立村里长学院 打出美国靠队长 台湾靠里长的倡议口号 希望让民众认识村里长的角色 进而共同打造 符合公众利益的生活环境 你凌鸣吵架 你觉得很吵 这件事情就应该你去按店里 告诉你你叫他不要吵 但是这种时候我们就去找里长 然后或者是楼上 夫妻吵架很吵 你也是叫里长去说 这个时候你就从 公共事务的那个范围里面 逃避出来 你就觉得说那是里长的事情 你只是把你不喜欢的 私人领域的事情丢给里长 而并不是在跟里长 形作共同的公共区域的生活 目前有越来越多村里长 拜托杂工以及政治庄角的形象 而村里长的新形象 非常需要一般民众的支持与监督 在经费的使用上 或许大家可以在检视里长上 他是不是都只是把他拿来当作 就是绑装的工具 还是他把他拿去做工艺性的事情 比如说为你们里内 添购什么设备 或者是做什么样的服务 那我请问那你家的公园 附近公园要长怎样 你家的道路要不要有人行空间 你家附近的停车场 停车位格 停车格位够不够 你家里的活动中心开出的课程 是不是你要上 这些事情都是你应该做公共参与的 这些就叫做民主政治 不是只有投下那一票的那一刻 民主才发生 民主是在你生活的每时每刻发生的 村里长可以是全力着控制 是社会的工具 是政党选举动员的装脚 是李明不分公司是非的许愿池 但是另一方面 村里长也可以是让台湾 走向更加以民为主的政治角色